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节 这一节我们已与太空有关 但已落到地球上的一些东西 消息是在索马利亚非洲 由于陨石落下来时 发现两种新的矿物 如果看这个题目是CAM 即是化学 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消息 需要再问一问 我连名字都不会读 我也是不会读 我敢读给大家读 Illa... 不要读了 首先要研究一下 银石落下来是否有相当多的矿物元素 一定有 多数 有很多的 但最后剩下那一块 通常都是那几类 因为很多很容易比较轻的元素 就会走掉 但唯独留在内热和重的元素 就会比较容易留在中心 我们记得 例如我们知道恐龙灭绝 是由于大型的运石杖下来 其实是物理学家发现的 故事是这样的 是写了一本书 其实地质学家是受到石油公司的邀请 去勘探地质的环境 经常是想找银 我想是墨西哥湾的 尤加坦半岛 在那里套进去 他就看了 但等一会就 不够了 要找到物理学家 就发现了Iridium 我记得 就是那个地方是很高的 零射了一层 就比Iridium多的 再加一层时间 那个时间是刚刚恐龙灭绝的时间 他就觉得两个因素 答完就可以解释这件事 所以是否说 其实一般下来的运石 是我们会发现很多 我们在地球比较少见的抗物质 这个引人入胜的位置 就不是因为恐龙灭绝 如果是一些做生物学生化的人 就更加希望里面看到 会不会有些有机的化学物 所以这里并不是 找到元素周期表里面 哪个轻一点的元素 哪个重一点的元素 而更加希望看到里面 有没有一些化学物分子 是有一种令我们很惊喜的 分子结构 会不会有氨基酸在里面呢 会不会有些很复合的 炭氢化学物在里面呢 如果有的话 会不会就是这些东西 为地球上大量带来有机化学物呢 有个我想也不敢想的 会不会里面甚至有DNA 这我就觉得天马行空一点 暂时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就由太空跌下来的东西 成分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太空考古 看看里面有可能为地球上带来什么 甚至好像有水 是 水很正常 尤其是瑞星 很多时候会带很多水 我们看看这个 它是一种矿物 是否代表我找了一种 在元素周期表里面新的东西 不是的 看这个报导 这个就是在索马里的那块大隕石 很有趣的 你看到它现在我们身后的画面 一块很少普通的石头 很有趣的 如果我们也不知道这块是映石 通常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这个方幕的地带 周围明明也不是石 连石看见一块这样的石 或者周围很多石 但这块石特别与众不同 通常那块都是一块古怪的 香港也有 香港某公园也有 有个朋友叫我们特意去摸一下 吸收的能量 好吧 我先去感受一下 例如不要說索馬利 有一個例子在南極北極的地方 有人特意去那裡找殯石 為何去那裡找殯石呢 他們怎樣做呢 就去到南極北極的冰層 不要理會多深深 剷起一層 不需要很深層 剷起一層 然後等冰雪融掉 剩下的那堆小石幾乎都是殯石 為何特別在那個區會容易找殯石 其實是這樣的 應該在地球各個區都有 不過如果你落在地球上其他陸地 跟其他小石混合起來就分不出 但你落在南極北極冰層 照計那裡不會無緣無故有石 在這麼淺的表面上 即是落在冰上 只有一個可能性 有些小石吃進淺層冰 那些只能是天空跌下來的石 所以會找殯石 有時候可以這樣去找 基本上就是 其實問題就是 每天都有大把殯石掉下來 問題就是你會否有一個好 有系統的技巧 將它跟周圍地球上的石分開 還有哪些是殯石自己本身 或者哪些是殯石產生出來的副產品 你要搞清楚 譬如像這一塊 它很明顯看到 跟周圍地理環境不符合 連裡面的成份都是很獨特 那基本上就肯定它是一個殯石 再加上 這個很有趣 地面上考古工作 原來看這個新聞 就是它是考證當地土著的史詩 你知道史詩其中的作用是記錄一些 一些祖先流下來的神話傳說 一些口耳相傳的歷史 原來是由他們的民謠史詩 是說以前他們的祖先是見證過 曾經這裡是炸過一次的 有個史詩裡面的描述情形 就好像那種殯石掉落地球 突然之間炸了 然後一些樹都倒了 或者有些動物又死了 無端端就是他們認為是天神大陸 諸如此類的神話傳說 記錄了下來 即是在他們當地土著的歷史上 他記錄了 另外就是由我們對地質的形式 去分析 我們就確認到那塊是一個殯石 其實如果看殯石 它裡面不會有甚麼很獨特的成份 是元素周期表沒有的 所以這裡看到 他發現兩種新的礦物 你要小心 他不是發現兩種新的element 即是兩種新的礦物 即是兩種新的礦物 即是複合的物質 就不是有兩個新的元素 其實裡面最主要的元素 離不開那兩種而已 就是鐵和鈴 即是你擺一塊磁性 你擺一塊鐵內會塞住 或者自己本身會被磁石吸住 就是一些這樣的材料 但是裡面表現出來 在電子顯微鏡看到分子結構 就會是一個很複雜的分子結構 那份子結構在地球的自然環境上 我們未發現過 但是我們從實驗室的環境 我們試過做出來 人造 是的 人造造了出來 但既然這件事可以在殯石裏找到 所以為何他們覺得這個索馬里的磁石 那麼特別 就是它可以驗證到我們實驗上 有些分子的結構 由這些鐵和鈴組成的分子結構 這些東西是可以出現 但是在宇宙環境上可以形成到 實驗室環境適當地佈置可以完成到 但是在一般的自然環境就形成不到 那麼我們去分析這件事 對於我們理解太空的星體形成 有甚麼作用 我想特別會了解到 客觀物理條件的不同 有些是不同的 很多時就是 你說如果純粹把化學東西 誰組合得到誰組合不來 你在地球上 如果把化學反應暴露 在普通的空氣裏面做的時候 很多時就會被空氣裏面的元素介入 我們空氣裏有氮 氧 甚至水分 你一有氧 活躍 就很容易產生很多氧化物 但其實你會發覺 在其他星球上面 它們未曾試過有一個充滿氧氣的大氣 在它們上面要找到很多複雜的氧化物 是不容易的 火星有很獨特的例子 火星上曾經有很多水 於是它上面很多的鐵 就變成了生鏽鐵 所以是紅色 對 表現了紅色 如果其他星球上可能找到 尤其是尹石自己本身也是 你可以在尹石中找到一塊圓鐵圓铁 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有些人賣礦石的店舖 尹石叫天鐵 它是一塊很純的鐵 它沒有怎樣接觸氧氣 所以沒有機會生鏽 甚至有些朋友說 你保存好最好塗一層油 最好就是石垃油 我問花生油粟米油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但最好是石垃油 有些油就令它無法接觸空氣 它便可以最完整保持天鐵的狀態 這次其實是一塊天鐵 但裡面有鐵和電梯分子 原子組成鐵電梯合成的合金結構 沒有試過在地球上自然地發現過 但在實驗室環境做到過 理論上亦預測過 現在終於看到原來它們可以在宇宙環境上生成 不是很大塊而已 不過是一個close-up 所以大家不要打算整個東西 其實很小塊 它切少許出來而已 切少許出來 但如果有這件事的話 理論上我們是否可以 不在地球採礦 太空採礦 太空採礦就貴了 你要花很多 我以前都說過 有些好標題黨說見過有顆星 整顆星就是鑽石 你不會有本事拖那顆星 你的成本力是高到一個地步 你最後要給貴的鑽石價錢 拖它下來的時候就蝕本了 所以很多時你說太空採礦 如果採礦就太空了備 太空採礦就不實際了 是的 例如我們遲些會找到更加罕有的礦物 在鑽石上 我的意思不是跌下來的 而是因為現在越來越多 自己去衝回來 自己去衝回來 後面SYKE這個米 即NASA這個米 例如我會說它會越來越多 原因是有些報道 我們以前也提及過 我們有能力是上對小行星拿東西回來 即是日本的龍宮計劃 上魚亮拿東西回來 但那些我們不叫做鑽石 那些是月球土壤 如果再去一些比較 甚至乎我們早幾個星期報道過 美國有能力去擊毀一百萬公里以外的鑽石 而且是準確地 是的 我們沒有能力 在那裏不只是撞擊它 在那裏上拿相片回來也有 我覺得不奇怪 即是慢慢會發生 當然你說手朱袋套 等它跌下來就省工夫一些 是的 那我們可否這樣說 其實我們基本上 整個地球都有鋪滿這些隕石 遺跡在那裏 會是 不只是遺跡 可能整個石 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有甚麼方法 例如輻射會否高一點 不一定 這些是神話傳說 會否上面有很高輻射的元素 你問我 它多數會有甚麼元素 就是一些星際界質已經有很多元素 你試想像一下地球上很多時 我會這樣想 地球自己裡面的元素的成分分佈 已經很有效地反映到 它周圍的空間裡面有甚麼元素比較多 其實就是這些鐵的元素是最多的 因為地球的環境是優惠的 是的 你會否特別 有一塊東西上面突然多了甚麼 有二、三、五的東西 可以有的 但會否有到地球 突然跌了一塊下來 令到你可以一輩子 不用再去地球找呢 我覺得這個比較繁茫 因為濃度不高 簡單來說 就是要找的時候 都是靠它有一種歷史 或者突然間 甚至福寧就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是的 如果比較一下 在地球裡面的地方找到放射性元素的濃度 反正的機會比你更高 即是在再深入面的 是的 因為元素重就會沉底 所以你反而向地球的深處 比天空更好 換言之 如果在地球掘下去時 你可以找到同樣的東西 是的 是吧 不外乎元素周期表上可以出現的東西 是的 在這個濃度中 它找到一個有機體的機會有多高 這裏我想不只可以由一塊半塊的濃度 一概而論 很多時你找到有機物質的 都是牽涉到碳的元素 碳的元素比鐵的元素輕很多 不是它沒有 而是經過過程 它可能會飛手出來 而且很多時它不會以一塊結好的形式出現 你想想 鐵本身 即是金屬的東西形成一塊 它本身 金屬自己本身有一種天然 像metallic bond 即金屬件令它們比較容易牽成一塊 碳不是不行 不過碳比較輕一點 比較容易飄一下飄一下 變成一塊雲的狀態 不容易黏住 即是黏住一塊的狀態 所以你會見到 找到天鐵多於找到天碳 天碳 原來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在裏面 我們今節就在此完成 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